美国令到自己今天通胀 今时今日这么高 很明显的罪魁祸首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一手搞成的 就是建基于纯粹政治的角度 去打中国的关系 是不肯减关税 你看到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说除了很多重要的财政 或者是金融的官员 都有去不断强烈地呼吁 就是说要减关税之后 去到最高领导层 拜登都开始松了语气 连一个最高的领导层都说 我考虑减关税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所谓的手段 就是说当他不想立刻去减减 立刻去减好没面子 于是就用个中途 就是说我考虑这样去做个过渡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说我考虑这三个字 就等于是默认了是会减的 不过就是说有时间差 可能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左右 如果是做了这件事之后 就个通胀才又做一部宣布 如果万一他基于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不肯做的话 其实我通胀短期都很难回落 我觉得是的 你都说了就是 这是我下一题想问的 其实就是想recap一点 就是给国总统拜登 他现在就进行上任之后第一次的亚洲之旅 昨天就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这里考虑撤销部分对华关税 那看回一些背景资料 其实美国境内这方面的讨论都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了 那财长耶伦之前也都说他在政府内部是主张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部分关税的 因为关税并没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但是就选害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利益的 那好了 刚才我的问题就是想问如果要打击通胀的话 减关税的机会大不大 那朱sir就觉得机会很大 还有也都会有机会在短期内去实施 那如果真是落实了减多关税 其实对环球市场 因为昨天消息传出之后 其实美股做好了 就是港股下午也都是跌少了 你觉得对环球那个股票市场是不是有一个重大的利好因素 重大就不称得上的 我会觉得因为逢是一个市场跌到重商之后 它有任何利好新闻 它反弹完之后 然后就第一来说 沽压都会相对比较沉重 就是无论是指赚还是指算的power 第二就是说 其实它中台都会夹杂到一些坏消息 比如若那个企业公布的前景 或者是forecast的业势是很差的 它就会一剎那就拖垮市场 比如我改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exactly在现在美国盘后事段的发生 因为我们看到盘前 就是在昨晚美股以收市的角度 就很英俊 道指是非常英俊 那纳指来说都算可以 这个毕竟都没有再挑战11000点的水平 就去到现在11500 但是问题来就是说 其实你会看到它们的股票 如果以科技的角度 盘后都去到散了 比如Facebook 都跌了最近跌9% Google跌了3.5% Tesla跌2.5% Apple跌了一点点 为什么可以一去到盘后 都加了一两个小时就走光了呢 因为Snap一家类全家 Snap公布了一个很差的数据 还有就是大幅地修正自己的预期 最后很有趣地是预期 它修正的预期 是一个月前的预期而已 就是用30个时间就好像 突然间这个世界跌了 整个地球那样 倒转了那样 所以就变成了令人很突压 就变成了拖拖累了个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你就算是做了一些重大改善的措施 就是刺激了几下之后 其实都是要经历了很多很磨练的 那些沽盘 或者一些事件的主导的跌浪 在下面真正磨了底 然后再去观察 比如第二季度公司的业势也是差的 然后再进一步 第三季度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通胀开始 0.3%0.3%回落 市场慢慢地适应了 然后股价磨到够低了 然后好的因素 又开始浮现多个坏的因素 那么市场才有可能是见到一个真正的底部 所以最后可以补充的 就是说在操作上面 其实是应该反向操作的 就是说如果你真心相信的事 是磨底磨到够的话 之余你在短暂的操作里面 应该是一个反人性的角度操作 什么叫反人性 就是说你刚才见到 好像债势好像今天那样 比如Snap那样 是可能一家类全家的 那可能今天纳指又可能有机会 是跌得比较厉一点的 那你应该是 就是不是鼓励你大手这么做 就是你是小小勇气 还是趁它跌势那时才吸 而回来 你说可能你这里吸了一批货 我又幻想之后 拜登就说我减关税了 正式 然后美股大升 然后你就大升那时候 抛出去 就等待它近乎往后 注定又会出一两个 所谓坏消息 压下去那时候 那时候你再买 就是你这样去反人性操作 就绝对是 我真心觉得 绝对好过你玩金鸿顶白那一套 就是金鸿顶白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说见到拜登 说了减关税 就觉得天下太平 就在那高追 然后呢 接着不知Snap 订阅哪一间公司公布 业势差的时候 你就觉得世界末日了 那就估计出去 这样你有Bill Gates 我经常都说这样 你这样搞的话 由上年到今年 你有Bill Gates 那么多的钱 都被你敗了 所以就不要这样操作了 是 其实你刚才说的策略 基本上就是说 有好消息的时候 就是出货 然后有坏消息的时候 就入货 就是其实你觉得 短期内 大家的操作 都不要看长线 都是一些短线买卖为主 我觉得 其实你主张 其实如果在美股里面 就是我会坦诚的 是真心没办法 它那个浪营 是极大机会是这样走 那 不论今次那个的 就是挑战 是相对比较严峻的 在美国那边 真心地 就算我们说 昔日 美国是 一直都是有一个 放水 一个QE去互体的时候 它中途一些的 是所谓的调整浪 其实都不见得 是会V式 这样一下打起来 而是通常在底部那里 是大型 乏上乏下 是没有一段时间 它才会正式企稳而上的 那我再说一次 就是当时有QE 很多良好的因素 那些PE又未去到太高 那我现在是处于一个 所谓的PE修正的 所谓的过程序 就是要缺水 还有收水 那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如果可以下一个直线的 大型V式的升浪 我真的不是很信 那变成这样的 假设之下 我们就是会默认了股份 弹到某一个幅度的时候 就自然会有一个估计 估下来 所以在美国会特别是重新 你玩一个昔日美国那种 譬如跟Trend Line 或者是跟红顶白 或者是向上突破高追 右侧突破型的玩法 你在这一段的美股里面 你将会负出很沉重的代价